雖然現在下著微微細雨 但也影響不到我帶大家去自駕遊的心情 今天我帶大家去的地方 是新會裏面的大聖寺 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見到寫著將軍山旅遊區 跟著前面就會見到有個牌坊 上面寫著大聖寺 我們就從這裏進入去 進來這裏 會有一條上坡的小路段 我們沿著條路一直向前開 就會來到現在這個位置 我們在這裏轉左 就會見到有一個停車場 開車來的朋友可以將車停在這裏 這裏地方比較大 而且是免費的 我的車就停在這個位置 現在大家見到寫望的就是大聖寺的門口 我們一會兒會從那裏走進去 現在就讓我帶大家走進去裏面看看 一進到門口我們見到一個很大的佛像 在這裏右手邊有一條小門 我們就從這裏走進去 我們現在一直向前走 因為一直都是下著雨的關係 大家都可以見到整個地下都是濕的 在這裏有一條橋 我們從這裏一直走過去 在前面正中間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類似四面佛的像 走到來這個位置 這裏寫著福德橋 我們通過這條橋 就來到這個佛像的面前 首先來到這一邊 我們見到寫著求事業 在這裏希望大家事業順利 在這裏希望大家愛情生活美滿 跟著現在我們再向右邊走過去 來到這裏是求財運 希望大家可以用正當的方式去發大財 我們現在再向右邊走過去 這裏是每一個人都需要的求健康 在這裏希望每個人都健健康康 快快樂樂 我們現在再向裡面走進去看看 在這裏我們同樣經過一條拱橋 向前面走過去 都可以說是九曲十三彎 終於上到來寺院這個平台了 今天除了下雨之外 大家應該可以聽到風也是比較大的 在這裏我們可以見到一波很大的許願樹 不知道大家有些甚麼願望呢 可以在下面留下言 終於來到大聖子的大殿前面 我們現在從另一邊走出去外面 今次我們不是向前走 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轉左邊 現在我和大家走這一道 叫做朝聖大道 這裏有很多個歷代聖人的石像 而石像的下面 也都寫有他們的簡介 我們從這裏一直向前走 就可以回到大門的出入口位置了 今日的視頻就到這裏為止 希望你們會喜歡 如果你覺得這個視頻對你有啟發的話 記得給我點讚、關注和評論 我會用不同的角度帶你去看這個世界